就為了留在美光燈前 出賣自己的人格 言寬和劈頭就痛批于北辰退黨決定 但是讓言寬恆跳腳的 恐怕是在選前一週 于北辰表態立體對手林靜寧 我離開國民黨了 我收到的也不是黨內同事 來慰留或者是慰問 是林靜寧就打了個電話給我 他就告訴我說 他說將軍你放心 我不是急著叫你來幫我站台的 我是讓你現在心情一定很亂 沉澱一下心情再出發 怪斷之後收到了黨內 很多很多的來電跟簡訊 都不是安慰 是蠻罵 對比藍營鋪天蓋地攻擊于北辰 人情冷卵也讓于北辰點滴在心頭 只是袁寬恆挑上于北辰這一對槓 恐怕也讓部分選票流失 尤其在軍系這一塊 于北辰退役少將身份 在殺戮侵權裡跟公民裡 兩個眷村裡投票人數將近七千人 軍系眷村與潛藍選票可能因此鬆動 再加上嚴寬恆用連鎖超商 比喻政黨沒靈魂 這一說恐怕引起集成勞工不滿 嚴寬恆持續這樣子對于北辰將軍的批判 顯示出他會流失是眷村的選票 第二個是這個辛苦的這一些在便利商店 屋的這些勞工朋友他在中間選票 尤其是淺藍淺綠的這個影響 絕對是會重重打擊嚴寬恆 來因鋪天蓋地批評于北辰正前倒戈 只是補選在即 嚴寬恆這一參戰痛批于北辰 深藍或許看得過癮 但是潛藍跟軍系選票 一旦猶豫遲疑 反而出現危機 三地新聞及紅旗陳炎豪台北參謀道